每日来到主人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被杀的羔羊 参考经文 启示录五章十二节 藏被杀的羔羊 是配得权柄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颂赞 主日的时候 信徒都会聚集敬拜 那层被杀的救主 有些人在大型教堂聚会 有些人在家中 或者小木屋内聚会 还有人敬拜的地方 则是在监狱牢房里 有的敬拜方是传统 有的敬拜方是现代 有人会公开敬拜 有人会私下隐秘敬拜 但不论什么地方 什么方式 我们都是在敬拜那一位 为我们舍命牺牲的救主 启示录 启示录第五章描绘了一个奇妙又美丽的耶稣 一方面 耶稣被形容成一头狮 强壮勇猛 能揭开神救赎计划的书卷 但是他自己就能实现整个救赎计划 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是那被杀的羔羊 谦卑温柔 甘愿设计 耶稣怎么可能既是狮子又是羔羊呢 这两个形象相差太远 答案是 耶稣是独一的君王 因他愿意舍身救赎 他背负了实价的刑罚 也因此得以领受荣耀的冠冕 他为了神 也为了他子民的缘故 甘愿被定而死 取得最终的胜利 今天 无论你是在何处敬拜神 都请你为了耶稣救恩的大爱 荣耀赞美他 让我们与其他众圣徒 以及天使 一同来高唱 曾被杀的羔羊 他是配得的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你的宝血 买赎了我们各族各方 各民各国的人 使我们得以属于神 今天 你仍然实行拯救 使凡相信你的人 都得蒙重生 和救赎 我们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